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LieOffer的FLAG最新高频精选面试题讲解系列 我是LieOffer的吴老师,非常高兴认识大家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题是第692题,Top K Frequent Words 这个题目意思非常简单,就是给你一个单词列表 让你输出出现频率最高的K个单词 那比如我们第一个例子,I love lead code, I love coding 那出现最多的两个单词就是I和love 因为它们分别出现了两次,而其他单词只出现了一次 那题目要求输出的时候已经按照出现频率从高到低的顺序来输出 比如说在第二个例子里面,我们输出的顺序一定是the is sunny day 为什么呢,因为the出现了四次,is出现了三次 sunny出现了两次,day出现了一次,对不对 那如果出现频率一样多怎么办呢 就是谁字母序小,那谁在前面 比如说第一个例子里面I和love都出现了两次 但是I的字母序要比love小 另外呢,题目还规定我的K一定是合法的 也就是说K一定大于等于1 并且小于等于number of unique words,对不对 另外你可以假设呢,所有的words都是 only containlowercase letters 就是不会出现大写,不会出现数字,不会出现空格 等等乱七八糟的字符 那这个题在工业界里面有什么应用呢 那真是太多了,对不对 比如说公司让你写一个搜索引擎 让你统计每天的热搜榜 那你是不是就要在所有今天的search query里面 找到出现次数最多的那十个关键词啊,对不对 所以这里就会用到我们的top k frequent words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说四个方法 说完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评价一下每种方法的利弊 那第一个方法是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sorting,对不对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先用一个hash map hash表去存放,去计算每一个单词出现了多少次,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hash表是它的key是string,表示每一个word 然后int表示这个word出现了多少次 然后呢,我把这个hash表给扁平化 就是把它里面每一个元素掏出来,放到一个数组里面 那每一个元素呢,都会是一个string和int的pair,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做第三步,就是把这个数组给排序 按照什么排呢,按照frequency的降序来排 最后我们只需要输出前k个单词就行了,对不对 那同学说没听懂,没事,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就拿题目里面的例子吧,I love lead code,I love coding,对不对 并且k等于2 那做完第一步之后,我的hash map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形式啊,对不对 它存放了每一个单词出现了多少次 lead code出现了一次,love出现两次,coding出现一次,i出现两次 对不对,然后第二步我把这个hash map扁平化 就是把它里面每一个元素都给拿出来放到一个新的数组里面 它这个hash map的key的顺序不一定啊,因为hash map是一个un-ordered 对不对,un-ordered data structure 所以拿出来的顺序不见得是按照我们要的descending frequency来排的 所以我们第三步要把它按照descending frequency来排回去 并且如果frequency一样的话,按照题目的意思 我们字母去小的那个单词要排在前面,对不对 比如说i和love它都出现了两次,但是i要在love前面 同理coding和lead code都出现了一次,但是coding要在lead code前面 那当我们排好序之后,我只需要看前面这两个元素 是不是就可以了,它里面的这个i和love就是我们需要的最终的答案 咱们来快速的看一下这期的代码 那这期的主函数是top k frequent words take一个string的数组,表示哪些单词,还有一个integer k 返回一个list of strings,表示出现频率最高的那个k个单词 对不对,那按照我们的算法,我们第一步是做count words 那这个count words怎么写呢,就我新建一个hash map 它的key是每个word,它的value是这个word出现的频率 然后呢,我就从左到右扫描每一个单词 先得到它之前出现了多少次,对不对 然后再把这个count的加1,再插回到我的hash map 最后返回它就对了,对不对 那做完这一步之后,我们叫做top k frequent words from word counts 就是我们的二三四步 那这个函数怎么写呢 那咱们这个函数呢,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这个flatten,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创建了一个array list 它的每个元素都是一个string和integer的pair 然后我们把这个word counts里面每一个元素都插到这个array list里面 好,做完第二步之后,我们做第三步就是sort 那sort的顺序呢,是由这个by descending frequency的comparator来决定的 这个compare的是java一个built-in class啊,大家可以看一下java docs去研究一下怎么回事 那它的第一顺序就是我的这个pair的value,对不对 就是这个integer,也就是我们的frequency 但是我们是按照降续排的,所以你这边要写一个reversed 那如果这个frequency是一样的话,那我then compare什么呢 then compare这个pair的key,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word,我刚才说了,如果频率一样,要按照字母序来排 好,那排好序之后,我们就只需要把这个序列的前k个element给拿出来 并且把它的key,也就是它所对应的那个word给插到我的results里面,最后返回它就对了 这个方法的时间空间复杂度都是多少啊 咱们一步一步来分析,对不对 那第一步我们用到一个hashmap去计算每一个word的次数 那自然用到了on的extraspace,如果这个n是number of words 那它时间呢,也是on的,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次hashmap的insertion都是o1的操作 如果我们这单词非常短 那第二步就是我的flatten,就是把每一个单词从hashmap移到一个array里面 那这个就用到了on的extraspace和on的空间,对不对 那第三步是一个排序,那是nlogn的时间加上o1的extraspace,因为排序是inplaced 那最后我们输出前k个,那我们就要用到ok的extraspace 因为你要创建一个长度为k的array嘛,用来存放results,对不对 然后时间是ok的 那如果你把这四个统统加起来,那它时间应该是nlogn的,因为这个是dominating的一项,对不对 然后它的extraspace呢,空间复杂度是on的,对不对 因为k一定要比n小,所以on也是dominating的那一项 所以最后时间nlogn,空间on,这大家都能懂吧 下面我们说一下第二个解法 第二个解法呢,用到一个数据结构叫maxhip 那maxhip呢,具体什么含义,大家可以在wikipedia上面找到 但是总体来说,它特别擅长维护一个变化的数据集的最大值 或者更具体的说,我可以在ologn的时间内往里面加一个元素,从里面删一个元素,对不对 还可以在o1的时间内,让它告诉我最大的那个元素是谁 那你看如果我们有了maxhip,那这题就可以做得非常方便 你看我们第一步可以干嘛呢 我们可以跟solution1一样,就是用一个hashmap去算出每一个单词的frequency 对不对,然后我把所有的word count,也就是说这个单词和它的frequency 都通通丢到一个maxhip里面,按照它的frequency排序 那底下呢,我只需要popk次就可以了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我第一次问他说 你现在包含的那些单词里面,数据频率最高的是多少 他可以在o1的时间内告诉我,对不对 因为o1的时间得到最大值 然后呢,我就把那个最高的给删掉 频率最高的给删掉 然后再问他说,现在剩下来的这些元素当中最高的是多少 那这时候他就会告诉我次高的,对不对 然后我再把次高的删掉,再问他最高 那这时候他就告诉我第三高的 所以你看我如果这样的过程做k次,那他就会告诉我第一高的,第二高的,第三高的,一直到k高的 那这样的话就是正好是我需要的答案 咱们这个代码就不从头写了 我们就直接用第一个揭发里面的count words先算出这么一个hashmap,对不对 它存了每一个单词的频率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hashmap的值,以这个k得到我们最后的结果 那这个代码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先建立一个数据结构叫priority queue 那这个数据结构其实就是java对于max heap的实现 你看他每一个元素都是一个string和integer的配尔,表示每个单词和它的frequency 并且它是按照什么排序的呢? 诶,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解法里面用到那个comparator,对不对 它是按照frequency的descending order来排序 如果frequency一样,那字母去小单词排在前面 那创建这么一个priority queue之后 我就把所有的word count给插到这个max heap里面 然后再popk次,你看这个remove它其实就是它会return给你当前频率最高的那个word count 并且把最高的word count从这个max heap里面删掉,对不对 所以你只需要做k次remove,然后把每次remove的结果的key给放到我的result里面 这样最后就是频率最高的那k个单词 这些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依然可以通过分析每一步来得到 那第一步和我们的solution1一样 它的extra space是on,time也是on 那第二步我们把所有的word count给加到max heap里面 那空间复杂度就是on extra space,对不对 因为你有n个单词 然后它的时间复杂度呢,每次插入是logn的 你插入了n个单词,所以是nlogn 但其实有一个小诀窍,就是你如果看那个wikipedia page 它有一个操作叫hepification 它可以把一个无序的array变成堆的这么一个形式 那如果你用了hepification,这一步其实可以做到on的时间 那第三步呢,你popk次,对不对 每次操作都是,每次pop都是logn的时间 所以总体是klogn的时间 然后你用了一个长度为k的数组去存放最终结果 所以是ok的extra space 那你如果把这每一步的时间和空间加起来 它的时间就会是nlogn,或者呢,n加上klogn 如果你用了我们的hepification这个操作 那它空间复杂度呢,就是on extra space 下面咱们来看第三个解法 第三个解法用到这个数据结构叫min heap 它和max heap正好是反着的 max heap是不断维护最大值 min heap是不断维护最小值 那有同学要问,为什么要不断维护最小值 我们最后不是要求出出现频率前k高的吗 对不对,不是前k低的呀 你先别急啊,咱们来看这算法长什么样先 那第一步和我们的solution1和2是一样的 就是说count the frequency of each word 对不对,把它存到一个hashmap里面 第二步就有意思啊 我们会创建一个大小为k的最小堆 然后这个最小堆里面呢 存着所有就是当前我看到的这些word count里面 前k高的 那直观意义上就是它有点像一个蓄水池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的大小就是k 所以呢,你扫描到一个单词 如果蓄水池没有满的话 你就直接把它加进去 如果蓄水池满的话 你这时候就得进一个出一个 进一个出一个,对不对 那按照什么规则来进出呢 就是我们的第三步 如果min heap还没有满 就是size小于k 那就直接插入 如果已经满了,蓄水池满了 那我就把手头上的这个word count和我这个hip里面的最小值做一个比较 你想,hip里面存放的是当前出现的单词里面前k频率高的,对不对 所以这个hip里面最小值一定是dk高的那个单词 那所以我手头上这个单词如果还不如它 那是不是我手头上这个单词无论如何也不会在我的答案里面 因为到目前为止它已经不是前k高的,对不对 所以我就直接把手头上这个单词给扔掉 那好,如果手上单词的频率比这个hip的最小值要高怎么办 那同样这个hip里面的最小值就一定不会出现在我的答案里面,对不对 因为它在我当前看到的这些单词里面至少是k加1位的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个hip的最小值给删掉 然后把我手头上的这个单词给插进来,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只要这么一直做 做到最后当你扫描完所有的单词 那这个mainhip里面就一定存放了出现频率前k高的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把它们通通pop出来 然后再要把这个顺序给reverse过来 因为我的mainhip是从小到大存的,对不对 所以我第一次pop出来的是出现频率dk高的 然后是dk-1高的,然后最后才是最高的 那咱们的题目的要求是你要先输出频率最高的 然后次高,然后这样一直到dk高 所以我要output them in a reverse order 好,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个算法的代码 那我们依然假设word count已经算好了 那我们第一步就是创建一个大小为k的最小堆,对不对 你看它的comparator和之前的最大堆正好是反着的 所以它是by ascending frequency其实 那底下我们就去扫描前k个单词 因为这时候我知道我最小堆还没有满 所以大家都可以进来 但是从k加1个单词开始 我就要进一个出一个,对不对 进出的条件就是我当前的这个word count 和我这个priority queue里面的最小值频率谁高 如果当前的word count比最小值的频率还要高的话 那我就会用它去替换掉我priority queue里面的最小值 对不对,就是我们这边做的事情 那做完这个循环之后 我们的priority queue里面得到就是频率前k高的单词 所以我把它通通pop出来 并且reverse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用的是最小堆了 对不对,我们之前刚讲过 这算法的复杂度依然可以通过分析每一步来得到 那第一步word counting 它的时间是on,空间是on extra space 对不对 第二步我们创建了一个上届为k 但是目前为止是空的min heap 所以它是长寿的空间,长寿的时间 那第三步我们会把n个单词插到这个大小为k的min heap里面 所以它的时间是n logk的 它的extra space是ok的,就这个min heap的大小 那最后一步我们要从这个min heap里面 把所有的元素通通pop出来 所以这是k logk的时间 extra space也是ok 因为我要开一个数据放结果 对不对 所以通通把它们加起来的话 它的总时间复杂度是n logk的 它的总空间复杂度是on extra space 最后一个方法是我个人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方法 大家如果回想第一个方法 我们先做word counting 然后把这个hashmap给扁平化到一个数组里面 对不对 然后剩下的事儿是不是就是找到一个没有排序的数组里面 前k大的数啊 对不对 这个事儿其实是有一个经典的方法来做的 那它就是借用了quick sort里面partition那一步 那quick sort大家还记得怎么做吧 我们每一步都会去随机的选择一个pivot 对不对 叫做一个关键点或者一个参照物 然后呢 如果我们假设是从大到小排序的话 我们会把所有比这个pivot大的人放在它的左边 比它小的人放在它的右边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假设我选了5作为我的pivot 那这个序列可能就是partition之后的一个合法的结果 因为867都在它的左边 比这个5要大于等于 对不对 4312要小于5 所以都在右边 那quick sort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说 我去quick sort左半来 然后在低规的quick sort右半来 对不对 但是咱们不需要这样 咱们直接盯着这个partition的结果看 大家看啊 如果我现在知道5是排在第四位的 对不对 如果我最后想找的那个k就是4的话 你发现是不是特别巧就说5和5左边的那三个数一定是我的要的答案对不对 因为5是第四大的 并且它左边的那些数都比5要大于等于 这个非常好 那如果不那么凑巧呢 如果我的这个k是要大于5的index要大于4怎么办呢 假设我们k等于7 那这时候也别急啊 因为5我们知道已经是第四大的了 而且5左边的一定比5大 所以5左边的一定是前四大的 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一定会在最后的结果里面 对不对 所以剩下的任务就是说 在右边这个4312里面去把它细分 所以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我们可以接下来去partition右边的这个4312 假设我们选了一个pivot是2对不对 然后我们做完partition之后 43都在它的左边 1在它的右边 诶这时候我的2的index就是7对不对 正好和我的k等于7一致 所以我知道啊 2和2左边的这些数就是我要找的前7大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43在我第二次partition的时候 我保证了它一定大于等于2对不对 然后前面的这个8675在我第一次partition的时候 保证了一定比5还要大于等于 所以一定也比2要大于等于 所以2左边2和2左边的这些数一定是前7大的 那好 如果k比这个pivot的index小怎么办呢 还是同样的逻辑对不对 我们就把右边的这个4312扔掉吧 因为它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出现在我最终答案里面了 然后专注于左边的这个867对不对 把它们细分 所以你看这个第二步整个是怎么一个回事呢 它就是根据k和pivot的位置来决定是直接输出答案 还是接着切分右半来或者接着切分左半来对不对 所以这个步骤会一直做你看repeat1和2直到我能够到达2a这个情况 就是恰好k就是指向我的pivot 那这时候我就知道我的pivot和pivot的左边那些数就是我的答案 对不对 但是大家最后别忘了第四步啊 就是说我那k个数我还要sort一下 因为我们在做partition的时候 我们虽然保证比如说867都是比5大的 但是867之间的顺序不知道 对不对 因为我们并没有真的去做quick sort 所以在做完123这三步之后 我们要把左边那k个word counts给sort一下 按照frequency descending order 好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序是怎么写的 前面步骤都差不多 关键是这儿 我们用两个指针 一个low一个high 表示什么呢 表示我们要切分的 要partition的这个区域的左端点和右端点 对不对 那一开始我要partition整个array 所以一开始是0和n-1 然后循环的每一次做什么呢 就是我去partition这个从low到high的这个区域 对不对 这个函数和quick sort里面的partition是一模一样的 那他会随机选一个pivot 然后比pivot大的人放左边 比pivot小的人放右边 然后return这个pivot的index 对不对 那然后就是我们的case2a 对不对 如果pivotindex恰好是排在dk个 因为我们的数组是从0开始 所以就是说pivotindex等于k-1的话 那我就直接跳出这个循环 因为我知道啊 到此为止 我的这个数组的前k个元素 一定是前k大的 对不对 那否则的话呢 如果我pivotindex要小于k-1的话 也就是我们case2b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就会去continue partition的right half 所以low会设成pivotindex加1 就是说下一次循环的时候 我要partition从pivotindex加1到high的这个位置 对不对 那如果pivotindex要大于k-1 那就是2c的情况 我会把high设成pivotindex-1 这个和2b差不多 那最后 做完了这个while循环 我们会把前k个数再sort一遍 因为我们最后的结果要求是有序的 然后再把这些单词 统统放到我的result里面 这就做完了 这个算法的复杂度 我们还是一步一步的来分析 那第一步word counting 也就是oven time oven extra space 对不对 第二步flattening和solution1一样 oven time oven extra space partition这个地方就有点意思了 大家还记得quick sort的复杂度 对不对 它是平均情况是n log n 然后最坏情况是n平方 这边我们也要分析这两种情况 那平均情况就是运气比较好的话 那我每次选的pivot 数学期望上来讲 它都基本上是在中间的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我每次都可以丢掉一半的元素 不需要接着partition 所以第一次partition的时候 它的复杂度是oven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 我只需要partition n除以二个元素 对不对 然后n除以四张 一直加下去 就会是 最后复杂度就是oven的 这是平均的情况 那最坏的情况呢 每次我选的这个pivot都非常不凑强 就是在边上 对吧 那这样的话你每次只能扔掉一个元素 所以你的复杂度就会是on加on减一 加on减二 一直加下去 所以这样就会变成on平方的复杂度 好吧 那最后 我们去sort这个前k个output 是oklogk的 所以总体而言 它的复杂度 如果是平均情况 运气比较好的话 就是n加上klogk 然后它的extra space 你把之前的这些复杂度都给加起来 就是on的复杂度 最后我们回顾一下前面说的四种方法 来比较一下谁好谁坏 好吧 那空间没什么好说 都是on的 那时间上呢 四个方法各不一样 对不对 sort是nlogn maxheap呢 是n加上klogn 如果你用hippification的话 minheap是nlogk 然后partition 最后一种方法是n加上klogk 那也可能说 我还是不知道谁好谁坏 因为有n有k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分情况来讨论 就是说 我们先假设 如果k原小于n 那会是什么情况 你会发现 sort它依然是nlogn 但是其他这三种方法 就接近于on了 你就想象这个k 是非常小的一个数 对吧 那如果不是k原小于n 而是k和n差不多级别 比如说k是n除以2或者n除以3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 四个方法 它的时间复杂度 都是一个级别的 那所以你看啊 你从级别上并不能得到很多的信息 大概就是说 sort在某些情况下会不如其他三个 对不对 这是肯定的 但是其他三个的复杂度 谁高谁低 你还是不知道 那这时候就是说 你这个on啊 这个大欧 这种表达方式 前面的这个漏掉的这个常数 就非常重要 对不对 那在实际当中 我们来怎么来决定 用哪个算法呢 我们就需要做benchmarking 就是说 你要真刀真枪的 把这三种算法都给实现出来 然后跑真实的workload 然后去测量每种算法 它的这个run time都是多少 然后通过run time 决定你用哪种方法 好 这道题就给大家讲到这 这题的主要的难点呢 一个是最大堆和最小堆的应用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quicksort partition 对不对 大家可能quicksort都挺熟 但是没有想到partition这一步 还可以拿出来单独做一些 那一线公司里面啊 如果出这种提帮网 它会加一些follow up 比如说 一开始我们说的热搜榜 你每天好多好多search query 对不对 可能一台机器都放不下 在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找到前k个frequent的这个search query 那如果你想知道 怎么解决此类的follow up 或者构建自己的完整的CS科班的知识体系 或者是锻炼自己的解题能力 欢迎大家来报名LieOffer的旗舰面试课程 以及关注我们的网站 LieOffer.com 谢谢大家 我来报名LieOffer的旗舰面试课程